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阿伟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下九围九围 阿嬌仲恩童 疑似有新对象 当众被亲亲 亦都很自然 新对象也不奇怪 最令人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这位新对象应该是 疑似新对象应该说得准确 疑似新对象是一位女子 不要紧了,无所谓 现在这个时代 中途转机也不要紧了 但这个就叫做 女版陈冠希真的好似 真的好似 不是说话,真的好似 有一个说法不知道你赞不赞成 如果你初戀或其中一任的情人 是你黑骨命心的 你即使往后分开了 你下一任或者下几任 是会找到这样的类型 没错 应该是 我赞成你说的 虽然我 虽然我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再说回香港女星 阿嬌 钟印童 2020年 和 小她8岁的 叫做医介黄阳明 赞宏国 赞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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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赞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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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已经是 三年都升告了 单身告日子 挺好的 我们经常说 黄阳明 我不懂赞宏国 反而我知道是谁 对不起 赞宏国当然是鲍鱼修理师 因为他是医美的医生 专门修理鲍鱼 近日 亦是内地的媒体人 拍了一些照片 疑似有新的对象 而他的新的对象 是有女版陈冠希之称的 这个姓 我第一次 听其实就是看 林峰的 再生缘 他叫黄浦笑话 黄浦笑话 那时候林峰的样子就没有什么 不同的 这位 阿嬌疑似的新对象 就是34岁的黄浦 不是笑话 他说是姓华 姓人姓 我们看看 根据我看过那条视频 打扮 是低调的阿嬌 就和 一名 中性打扮的女子 走在一起 而对方更加当众在街上 是 抱着阿嬌的 亲一亲 而阿嬌 是十分受落的 同行的友人当中 可以看到有这个 这个还出名 因为他的前男友很出名 就是 是造影精 噢 罗仔 罗仔 时间管理大师 没错 就是 小猪 罗智祥的前女友 小猪罗智祥的前女友 原来 他们就说 这个内地媒体就说 这位 王溥姓华女士 就和周小姐好熟 当然被称为 原来这位女版 陈冠希 亦是内地一位网红 这位网红 就是上海出世 有人就说他是富二代 有着 叫做京城四代 TB 尺祖的称号 因为他 样貌标志 其实是挺英俊的 美女 因为他真的生得很 因为说真的 陈冠希也算是生得挺精致 这是事实 是的 样貌标志 再加上 连招牌的歪嘴笑容 这个也相似 几乎跟陈冠希一模一样 所以就被称为女版陈冠希 而一身潮服打扮 你知道陈冠希亦被称为潮人 纵性打扮 在御圈里面 甚有知名度 而黄浦盛华 就是和周杨青是好朋友 两个人从小就认识 周杨青曾经在 社交媒体晒出 两个人13 多厉害 13 13年前后 前后的对比照 而阿嬌 就和周杨青 都叫闺密 所以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周杨青 介绍给阿嬌 而黄浦盛华 在圈中原来也不少好朋友 包括 胡幸义和 这个 阿向 左嫂 就是 郭必亭 15年 胡幸义 举行分礼的时候 黄浦盛华也有到场参加 事实上他似不像陈冠希 是 是几次下 是几次下 你看回微博上 有 九成左右相似 九成左右相似 阿拉医生现在怎样 医界王阳明 他当然 和阿嬌 再分 而且有小孩 他 经常 晒恩爱 三个 原来 看一看 第一个 其实他认识的也很厉害 第一个 就是 华雄林医神 就叫赵小威 第二个就是阿嬌 第三个 也是凶姐叫Alice 第三次 是婚姻 近期他也大方晒爱 Alice 当然也是一位 漂亮女子 漂亮女子 奶医生当然之前 有件事不是那么好的 分开了之后还说什么花很多钱的那些东西 你不要唱你的前任那些 一句都没有说 但是因为他这件事被人 遗忘了或者怎么样 是因为 有大S那件更加麻烦的事 是 没错 所以 别人不再说你这件事 因为其实这样做是 不好的 不要说前任的事 过了 说回现任的事就好了 我说以前怎样睡怎样睡 尤其是男人 对 没错 我们看看阿拉先生 其实也挺英俊的 但是 亦是之前有些风波 好像 2020年1月 阿拉医生被指 工作的 医美诊所 是偽造医师的经历 这么糟糕 没有专科执子 但是他解释 就说 拥有 合格 医师执照 就可以营业 即是他那些 合伙人是有的 并且就不用专科医师 2020年其实这个都不大事 最大事 因为他是 经常说自己是潮人的 拉医生原来是社交媒体 戴的LV 印花口罩 后来就被揭发 是 手制的假货 这个也不要紧 他跟阿嬌 其实他觉得结婚很快 他在2017年10月 公开跟阿嬌的暖情 2018年5月25号 他就跟阿嬌在LA 即是洛杉矶举行婚礼 之后同年12月 就在香港 举行 注册仪式 并且举行 婚礼言吓 出席人士都升降入入 因为阿嬌始终都是 在 娱乐圈这么多年 有任达华 杨成林 陈燕熙 还有张敬軒等等 港台 两地的明星 在2019年 賴宏葛 賴依斯 鲍鱼修理师 他就跟阿嬌 罕有 在大陆的一个节目 真相罢 花花万物 两个人 展示外炒 然后 20年5月 阿嬌 通过英网 发表声明 说已经跟 賴医生 签了分居协议 其实在14个月就是他们的婚姻 结束了 14个月的婚姻 之后 賴医生 在他本 人离婚消息传出之下 在社交媒体上 就说他 就是 写千字文 写千字文 就说阿嬌 是他遇过最单纯的女子 因为当时很傻很天真 不是賴宏葛说 是那些人说 当中亦有透露 阿嬌送很多礼物给他的 同时 亦都是 民众说提到自己 会自费 到阿嬌工作的地点探班 又为了讨好阿嬌的欢心 阿嬌不时安排旅行 2020年 阿嬌在 拍摄途中 有意外 头部就受伤 阿嬌 就向媒体说 暂时未能联络到对方 希望一切好 身体健康 其实 阿嬌 为何跟阿嬌分开而有人 媒体说 阿嬌 都很大洗 但是他洗自己的钱 但是都是用阿嬌的钱 之后阿嬌曾经 试过 用很多钱 教婚礼 很穷 其实这些 你草阿嬌 也不可以太过省钱 对 之前阿嬌 记得在 平台上打赏20岁的中国网红 叫做 余行龙 这个真的忘了 还叫什么名字 只是打赏很多 钱给他 6万人民币 点了两首歌 之后 这个媒体就说 賴生很生气 胡亂洗钱 但是他的钱 这个就是大家因为 因为我们也说过拉生赚的钱 都多在台湾地区 但是对于阿嬌 来说 那个量是真是少 真是不算什么 就看看你怎样看 大马sir刚才说 你娶他的时候都知道他是 红星 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没错 以后 相处也不要再为了这些 钱 或者你用多少 我用多少 不要为了这些钱而吵 要有共识 但是刚才你也说 闪婚 闪婚 也算闪离 是 14个月 14个月 当然 我们也说过 以前的东西 你说出来就觉得你很小器 尤其是南方 对 没错 之后 霍文熙就说 公司一直有留意大陆有潜质的网红 就说这个打赏事件之前也有留意到这个网红 并为钟恩彤 和阿嬌澄清她只是好奇才进去看直播 欣赏她的努力才打赏 那2020年 2020年3月 拉云国 接到钟恩彤 打她的电话 就说 以后 以为分后会慢慢爱上她 但真的没办法 这个真是糟糕 她这样说 慢慢爱上她是纸奶生 因为 之前也 好像说 阿嬌的罪爱真是陈匃 很多这个传闻 对 主要是说忘记不了她 忘记不了她 会不会就是这样要找王溥小姐 你一个可能你本身不是很觉得 但是你潜意识是会 找回这么长时间 一经不觉 是呀 嗯 无论怎样都好 都希望阿嬌可以幸福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